有時候我們都經常會說一些內地新聞 很趣怪 千奇百怪 什麼都有 我們聽完都會最有空一笑自知 或者覺得很好笑 還加多一件事 幸好我不是在那裡住 你每次說碰瓷 我就很慶幸說 幸好我們香港未來就這樣 我還會加多一件事 我會反省一下究竟香港人會不會其實跟他們差不多 也會的 不只是說是人 在說是人的時候你自己不夠做了很多 自我批判也對 因為有時會反省一下 其實有很多事情 我們以前有時都見過 香港人也有做過等等 但最重要的是 發生的地方不在我們香港 我們會覺得沒有什麼 會有這種心態 但有時反過來 如果那些東西真的殺到香港的時候 你又笑不笑得出呢 講一下這宗新聞 接下來有五一假期 五一雖然不是長假期 大陸但起碼是三天 大戰三天 所以附近廣東省很多人都會來旅行 這一兩年已經開始有這樣的現象 有時我在節目也會分享一下 就是開始一種叫窮遊的現象 就是近一點 消費不是太高 然後就來這邊旅遊 而香港的紙水又便宜一點 他們會覺得來香港這邊旅遊買的又便宜一點 香港賣又便宜嗎 其實看你怎樣看 其實最重被他們過來都會覺得最貴的就是住 對 酒店 香港和新加坡一樣 對 你遇到假期還會起假 還未必預訂到 對 還未必預訂到 或者用一個很貴的價錢 住一間劏房 對 香港現在旺角、紅磡、土歌環等等 都有很多是一間不是很大的酒店 但是裡面有八百幾九百間房 怎麼做出來的呢 全部進去跟直播室差不多大 只有一張床 廁所又要放進去 越來越像日本的小的酒店 日本的子彈酒店 越來越小的酒店 我想全世界以來很快就會 找一個字形用香港 湯 什麼都湯 最近這個週末我記得 又查了一些看到蘋果有單新聞 簡直精彩 豪宅來的 在南區 我記得 他之前已經說過 東張西網有說過 他居住 九千元一個劏房 但是望海 有住南區 望海和公園 但是他有一個單位 那個女生住 是你的劏房裡面 那個很紮身的廁所 才能看到海景 就是你要站在幾個廁所裡面 都是看到的 還有另外有一間房 另外一間房的男生 躺在上面 好像有棺材 頭頂是對正的 還有 身邊全部都是水管圍著 全部都是水管 其實是很恐怖 真的很恐怖 星期天 起床 到下床 我是有兩個小時 躺在床上 按電話 我是不需要太多 還有一個你會喜歡的 如果你有看新聞 他是co-living 外面有一個活動空間 可以讓你溝女 很多單身的男男女女 就在那裡住 所以他們全部都是年輕人 不一定溝女 交流生活的態度 所以他們有馬騎騎 所以他們有馬騎騎 有馬騎騎 我們回來講一下這宗 這宗其實就是這樣的 在西貢的鹹田灣 西貢是我們香港的後花園 本來最應該保育 最應該珍惜 最應該不要弄髒 你那些後海 什麼 我忘記了 看上去的顏色 好像馬爾代夫一樣 海下灣 海下灣現在差了很多 我小時候看的時候就很漂亮 清水灣是叫清水灣 如果沒有西貢的後花園 就死定了 這個鹹田灣又怎麼搞呢 就是這樣 窮友一年前 現在的現象還是自由痕 如果大家還記得 有些新聞 就是內地人 雜形 懶是所謂的背包痕 其實根本就一點都不背包 他們來到 然後就佔領過長洲 我記得 這次就來到鹹田灣 但是更加恐怖的是什麼 是團 就是人組織搞 直接在大陸有團搞過來 叫鹹田灣 三個水 讀一下廣告給大家聽 看看視像 視像 如果大家看到 據鹹田灣有些居民 附近居民的報道 他們說得更加嚴重 他們說 其實已經不只是五一 平日已經是這樣 應該是過夜的 他們不是只怕曬 過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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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會有什麼影響 首先就是 周圍其實還有什麼 這張照片拍出來 都可能比較漂亮 露營包 就是由搞團的人提供 還有就是周圍有人浪衣服 浪很多衣服 還有什麼呢 大小異變 公廁 公廁 居民都說 政府應該正視一下這些問題 那裡只有兩間廁所 酷 為例 平日為何不 drew 是誰 可想而知 是不是全部 accelerator 鞋進 那兩間廁所 到那裡 去那裡 你不要以為 是狗 dollar 這是人份 通地居民 possible 你看看拍照 好像鄧客大行動 往那裡 我就想起敘利亞難民營 他的行程 讀一讀小段給大家聽 他說 團友我們在下午3時半會到鹹田灣 4時半會到達鹹田灣 太陽光好西夏快點找個好位置 就把帳目綁好 然後享受白沙灘和沒有一絲污染的大海 然後我們有什麼節目呢 觸海膽 摘山蠔 吃山蠔 是我們香港的 香港的 也可以坐在附近的士多 來一瓶冰冰涼涼的啤酒和可樂 看看沙灘比基尼 發發呆 晚飯7時開始 晚飯自行去當地的餐廳解決 你也可以自己生火做飯 那些居民 鹹田灣那部附近的居民 那些有餐廳嗎 時多 就是餐蛋麵那些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出來了 就是他說過往這半年 那些居民都說 周圍附近那些樹 那些樹枝已經被他們 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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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樹枝和竹蟹 約會萬步沙灘的機會 不要錯過 怎麼散步 簡稱全程就是你自己在沙灘裡 自由打擊 你想怎樣就怎樣 差不多 他還有一些細節說明 就是你摘了之後 他的居民會帶你去市區 我想第二天 買東西 買東西 然後晚上又回到帳幕 收費多少 三個水 多人參加 車費也不夠 有兩間都有做的 一間是三個 另一間是四個 還有 逛山友都被他們搞了 因為其中的行程 就是帶你們去逛 物理浩徑 自己幻想一下 你以為十團八團一起逛 那麼阿亨爺 真的要小心 亨爺在那邊有很多活動 但是這樣其實是沒有東西可以做的 當然是有東西可以做的 沙灘是否可以這樣 但是他沒有違法的 理論上他走到這裏 我就說 有沒有東西可以做 不會 如果看你有沒有心做 有心做可以 沒有問題的 你可以來 或者譬如我是政府的 你不想他來真的很容易 家人投稅 可不可以說 海灘不得度縮這樣可以嗎 只可以游水 但不得度 即是不能過夜 可以這樣說 其實香港沙灘露營好像有些是嚴禁的 沙灘可不可以寫明不得露營 當然可以 我覺得可以 你沙灘隻是可以的 沙灘傘都可以的 但你紮一個車等於你僭建 好像一個蓋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是不知蜂蜜就不行 我小時候 我記得好像在淺水灣深水灣紮營 我是被人趕的 後來我們就去龜貝灣紮營 因為龜貝灣就沒有人去 那時候我理解 應該真的不行 如果要紮營 打釘那些 是有某些營地 例如西貢 彎仔 解完不行 那當然是為例 沒有人去撿 就是要理一下 撿的人都會害怕 撿的人也是這樣 疏普通話的就不敢鬥 怕麻煩 怕被人罵 這些可能是阻害香港的經濟 還有破壞海洋生態 受保護動物 那時候掘遣的那些 水質的污染 這些完全都是香港環保問題 為什麼沒有人去理 所以我覺得 衛大叔 你還有玩開 越玩越大 你猜現在是一兩團 即現在我們走鬧市 又跟他們被拖劫人逼 去海灘又跟紮營逼 行山又跟那些人逼 我現在講的新聞 其實只是一切 一切只是剛剛開始 三百元一團 都未做到三十元 還有零團費 即是有時間做 這盤生意 海灘也不用 零團費 還解得通 零團費 零團費 又不用你捱 貴酒店 然後你們來到 租帳幕 第一天就享受 竹蟹摩蜆 第二天就要做你應該做的事 我就帶你出去 那你就消費 還有 你省很多酒店錢 就是 賺錢出來 買首飾 買錶 所以你三百元有時間 二百八 二百七 二百五 一邊玩下去 玩到零 玩死香港 大佬 玩死香港 多人都不得了 簡直 人一世物一世 你真的一定要見識一下 我大概知道 人多個沙 人多個沙 問題 你見不見到沙 OK 你見到沙 我就說你好 其實撇除國內人 夏天 香港的海灘已經很恐怖 撇除之前 除了這班人的責任 以前夏天 都不要想去沙灘 你沒見過大蛇蛾 我想說 當已經插針不入 還怎麼插呢 你明白嗎 都已經這麼多了 石澳都已經很難找個位置 我告訴你 大約十年前 我去青水灣 我記得 當整個停車場 以外都是車 停車場拍滿 以外都是車 那我就說 怎麼辦 我泰哥就說 不如你先去游著 那時候兩個小孩很小 你先去游著 我找位 我找到位馬上下來 我游完了 他還沒下來 一個半小時後 他還沒下來 石澳也是這樣 十年前也是這樣 現在為何會 再加上他們 綠沉 大哥 你想一下 還有這個 沒有增加供應 沙灘只有這麼多 還有港珠澳大橋 大橋 港珠澳大橋 隨時不用 不只是廣州深圳 如果港珠澳就只是參觀人工島 你看看那裡 是不是真的沉了 怎麼會 五個水 游到港珠澳 然後讓你坐車 然後載到你來西貢 鹹田灣 不行了 鹹田灣也不行了 還要加幾個沙灘 可不可以這樣 越想越恐怖 我們找一些沒什麼人去的地方 荒島也好 沙灘也好 開發 專門給他們去的 我們跟隔開 不要吵架 香港人去香港人去海灘 你去那些大陸人去的海灘 我經常都覺得應該是 我覺得Michael那隻 沙巴也是這樣的 開發這些地方 只是外國人去的 其實俄羅斯應該 你去玩那邊 以前開發西伯利亞 我經常坐船去長洲 中間很多都沒有人去島 無人荒島 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放一個燈塔 一塊石頭 去那邊玩 不如去那邊 那些都是屬於自己的地方 那些可能都有生態價值 快點說是Lacer Evil 我覺得不是Lacer Evil 你搞那些可能有其他 那些生態價值可能更高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西伯利亞 所以很嚴重 政府應該真的要看看這些問題 就算他們怎樣教育 他們什麼文明旅遊 都沒有辦法 我當你全部都很文明 但是你這麼多人 其實香港人都有點懶惰 所以香港人一放假就要走 就去搞其他人 我去日本 我也替日本人慘 其實有很多香港人 不懂日本規矩 日本人很怕 從小到大訓練他們 不要給人麻煩 這個概念 但是香港人 香港人或者外國遊客 經常都會給他們麻煩 只是扔垃圾 那一刻已經令他們很迷惑 很麻煩 因為香港人不習慣 分類扔垃圾 隨便便扔垃圾 我見到很多人 一定是外國人 然後走完去聽 是廣東話 就是弄得別人髒 所以現在日本人 對外國遊客的服務態度 都沒有以前那麼好 就是因為我們真的被麻煩 搞壞了他們 所以我也會檢討 我們去外國旅行的時候 會不會又好像他們那樣 私人家 私人家 村門入社 裝別人家 拍照 但是不會看那個字 實在太普遍 這些不是重大 這些不是重大 我家裡 海灘 算了我怕你 我不會去游泳 是家裡 你不能走 最有防線都要進來 我真的遇到很多 我真的親身經歷很多 以前我每年都要去瑞士擺展覽 然後我就會在德國留 我多數住在德國 便宜一點 德國是不是 其實習慣了 而且都是便宜一點 因為瑞士消費比較高 我經常帶大陸客 和內地同事 他們真的很喜歡 他們覺得別人是老鳳要招呼他們 去到一些小鎮 他們就會走入別人的房子裡 我經常說你不要這樣做 走進去拍照 走進去搞別人 其實是鎖了門嗎 你知道外國的地方是很開放的 這樣便可以進去 可能有個蘭山 君子蘭 那些沒有鎖 就有鎖又怎樣 你爬也爬進去 平時沒有那麼多外人 可能以前連家裡的門都不會鎖 但是後來可能有這些現象 便要鎖門 所以這些我見很多 搞到別人 別人又不知道 招呼你還是不招呼你 為何要招呼你 人家為何要招呼你 就算好黑 人家第一個感覺就是 你爬什麼 你爬什麼 還有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 你當那些是獅子老虎大笨象 他在內地人的眼中 他是一個遊客 他覺得那個是動物園 人家的生活就是他的景點 很難形容 其實很會丟架 我也不免得跟他走在一起 所以去旅行 第一條規矩就是 千萬不要拿自己的標準 塞進別人那裡 你不要當自己平時的生活習慣 就是別人的生活習慣 你的標準是怎樣 就現在拿出來給你看看 你的標準呢 你會採摘 可以看於你 這個很準確 你會看你的標準 是嗎 我會 ask你